哦 哦好对不起 这边呢现在要选取 然后 这边是选island 然后就是刚刚讲这个你可以选到嘛 然后这几个工具 第一个是let this rotate Ctrl Z 然后这边可以做scale 这边应该还有一个move 就中间拖拉可以做move 然后再来这个是drag 拖拉工具 所以他这边有一个radius 大小 然后还有一个pressure 所以我们这样子可以做拖拉 然后这边可以做 这是往外扩 就是你需要 他可能要大一点 就像脸的那个地方 UV你会希望他大一点 可以抓到贴图的细节多一点 那如果说那个地方 其实你觉得他细节不用很多 你就可以用这个pinch 就手指头捏起来 就是让他UV变小 OK 大概这样子 然后我们现在呢 这个切回来的选区 我们这边现在设定 它save as 这个好了 第三个obj 那这个档案呢 我现在先到桌面上 那我再录 应该有 那现在把刚刚那个档案呢 Creature Creature3 C是这个吗 这是A 这是B C在哪里啊 桌面 Creature C 我现在用拷贝的 复制 然后到文件 Maya Project Default Scene 然后paste上去 贴上去以后呢 我们回到这里来看 我们现在先 开一个新的档案 我们用汇入的 选到这个 然后我们这边呢 现在选到它 开uv edit 有没有 这uv就已经是ok的 可是这边刚刚其实有一个地方有问题 你看这里 这边这个应该有一个shading view shade 有没有看到这叠到一起 这个应该自己要处理一下 刚刚那个地方 不能处理吗 其实应该可以 刚刚那叠到了 有没有看到这里 叠到了 两个叠到了 对 所以我们现在选shell 看看 shell 然后再做一个onfold 这怎么会叠在一起啊 我不知道这里为什么会叠在一起 所以 是我的话 我会 如果在这边 我可以选它的 vertex 然后可能 只有scale功能吗 没有 那我就直接用lod 它应该有移动工具吧 没有吧 jeg jeg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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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所以到时候你那个记得 脚的作业UV要拆好哦 有没有看到 到时候那个锡盘要检查的话 要检查 它是不是分布的平均哦 形状有没有扭曲哦哦 ok 好的太好了